李宗的白天 因為以前才是終於 李宗的白天 邱敬海 李耀翔分享 為人部的責任與意義 就是如果能跟他們一起 不用工作 然後都在家裡 我覺得就很開心 趙又廷 喊嚴體力不及年輕演員 他們怎麼拍都不會累 讓我其實就需要好好睡覺了 揮手曾經飾演的角色 演員反應大不同 十年後呢 你看人就覺得 怎麼那麼好笑 李宗的白天 各位好 歡迎來到 好吃好給力 玻璃海台點心麵 獨家冠銘播出的 娛樂樂半天 我是蕙鳥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是的 從8月16號開始 我們東南衛視 就會推出一檔 大型的訪談紀錄片節目 叫做你好爸爸 在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會和大家 一起來探討爸爸 這個重要的話題了 確實 爸爸也是在家庭當中 佔有很重要的責任和意義 接下來呢 演員圈的兩位藝人 他們就要和我們聊到 他們作為父親之後的感受 一起來聽一下吧 由東南衛視打造的 大型訪談紀錄片 你好爸爸 即將於8月16號播出 改變以當下爸爸 嚴重缺位的社會現實 為話題切入點 來探討父親的責任 與意義 不知道在現實生活中 大家是怎麼看待 這個問題的呢 其實演員修吉凱 先生台北 出席了某公益活動 線上他就和大家分享了 自己對於父親這個角色的 理解和定位 那就是陪伴 陪伴他們吧 就是如果能跟他們一起 不用工作 然後待在家裡 我覺得就很開心 都說陪伴是最場景的告白 能見證孩子的慢慢成長 對於很多家長而言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對於父親來說 除了陪伴 他們需要承擔起 更多的家庭責任 在這點上 演員李耀翔也是深有感觸 在他看來 父親在家庭中 最需要的是學會經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工作 最後都是為了家庭嘛 所以劇劇建構一個美好的家庭 是我們的男人的責任嘛 我覺得 所以我們都很努力去經營這個很好的家庭啊 跟兒女有一個好的關係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是最大的滿足 暑假好劇不斷 其中就包括 《速手遮天》 以及《限定24小時》 在這兩部熱播劇中 咱們都能看到 陳子涵的身影 提到陳子涵 觀眾並不陌生 從一天屠龍記 心直口快 吃心無悔的英靈 到《白蛇傳》中 外表夭柔 內裡柔情的青蛇 從《古劍奇壇》 霸氣側露 外冷內熱的紅玉 到天天游喜 落入凡塵 秀麗溫婉的仙女 陳子涵為觀眾 呈現諸多優秀的 影視劇作品 以前還在劇組拍片的 陳子涵 於百忙之中 亮相廣州出席某活動 眼鏡的影迷不難發現 陳子涵的膚色 有黑了不少 對 所以我可以說到 我剛剛拍完的 一個主旋律電影 叫《芬芳的紅杜鑑》 那我本人在貴州 偏遠山區 遺族山莊的農村 剛剛拍攝完 十五天的電影回來 所以大家也看到 我整個人 比較偏黑一點 很曬 那但是我受了很多苦 也受了很多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 我願意去多拍 這些正能量的戲 因為這樣子 可以把一些很好的 人物以及故事 以及一些精神 傳遞給更多的人 除了演員身份 二零一六年 陳子涵嫁作人妻 大夥不免好奇 血腥這麼強的她 是如何平衡工作 與生活的呢 在前面沒有結婚的 二十年裡面 我是一個拼命三娘 一直都在拍戲 對 然後高材演員 可能一年零八個月 都沒有回過北京 一直在恆店拍攝 然後自從結完婚之後呢 被人就偏重於生活 因為這是女生最好的職業 就是當一個老婆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女孩 然後也很開心 嫁給了愛情 熱門天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跟她聊的 就是演員趙又婷了 那趙又婷呢 在三生三世實體 桃花當中呢 的確是給大家留下 一個深刻的印象 也是受到大家的歡迎 所以是讓我們很期待 趙又婷的下一部電視劇作品 又會詮釋什麼樣的角色呢 是的 那接下來的 喜歡趙又婷的夥伴們 你們又福利了 因為她的全新電視劇 《平凡的榮耀》 馬上就要跟大家見面了 而且呢 為了拍好這部戲 趙又婷還續起了小胡子哦 看一下吧 去年一部 《三生三世實體桃花》 讓趙又婷 備受觀眾喜愛 今天她依然在不斷地努力 為觀眾帶去好作品 昨天趙又婷先生 南京出席某品牌珠寶活動 在活動現場 趙又婷就透露 自己近來正忙熱在上海 拍攝電視劇 《平凡的榮耀》 這部戲也是她在 《三生三世之後》 接盤的低部電視劇 不知道新角色 她將帶給觀眾怎樣的驚喜呢 它是一個現實的職場劇 我們講的東西都比較 符合大家平常的生活 所以叫平凡的榮耀 所以就其實裡面的人 都沒有任何主角光環 也不會開掛 就是過著每一個人 每天都會過得同樣的生活 然後經歷同樣的 煩惱 壓力 掙扎 為了這個新決賽 趙又婷還特意留意 對於自己的心臟型 趙又婷感覺又是如何呢 因為我這個角色 吳克之她是一個比較 怎麼講 不修蝙蝠的一個人嘛 她比較自由一點 所以喜歡現在你的造型嗎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還可以啊 反正沒看過嘛 這次在劇中的趙又婷 與白淨婷 喬星等 諸多90後演員合作 談及拍攝感受 使趙又婷就太甜 就是從體力方面 就發現到自己 好像比不過年輕人了 他們怎麼拍都不會累 但我其實就需要好好睡覺 有一天如果工作到太晚 隔天又得早起 睡不到八小時的話 就覺得好像今天這一天 有點難熬過去了 此天電影《第五嫌疑人》在疑星開機 舉行的該片由黃凱傑、王景春共同舉演 在影片中啊 黃凱傑將扮演一名心理教授 在現場他就坦言為了這個角色 自己提前做了不少的功課 所以這次演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就是我雖然高中的時候 有讀過心理學 但是沒有到教授這個程度 所以我就首先是請教了一些 我身邊的同學 因為有好多是在大學讀心理學的 然後很多現在也是在做心理醫生 或者是教書的 因為特別是這個角色 他是比較會用犯罪心理學這個角度 來分析很多劇中的事情 所以這同學就會介紹一些書給我看 然後我就從那個角度去切入 盡量去貼近這個人物吧 曾憑藉電影《警察日記》 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 最佳男演員獎的演員王景春 曾在影片中 曾和黃凱傑有不少的對手戲 面對經驗豐富的前輩 不知黃凱傑會不會有壓力呢 肯定是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跟景春老師 這樣級別的演員 演戲也會肯定獲益良多 演戲不只是我一個 有時候是要兩個人互相抖包袱 然後節奏 都是要靠兩個一起在磨練出來的 樂風天從小報道 今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張照片 是紫薇同學發的 發了一張這個十年前後的一個對比圖 十年後我覺得是非常美麗的 這十年前這張照片是怎麼回事 給我解釋一下 你不覺得很好看嗎 我的穿搭 你知道嗎 之前還有很多的學妹都模仿 我問我衣服在哪裡買的 而且我經常看一些這個雜誌 來搭配自己的衣服 我最愛很考慮對不對 但是你確定嗎 這是連起的碎花裙 再搭配上粉紅色的波典包包 搭一個草帽 就讓我想到一首歌 什麼 村裡有個姑娘叫小方 你不要吐槽我 牛哥 你再回頭看一下你十年前的造型 能比我好嗎 不過說也是大實話 其實對於每個人來說 都有一段不忍直視的過去 而對於我們的演員們 她們曾經所背的角色 她們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感受了 看一下 由于鄭指導 聶遠 吳錦妍等 演員主演的連續劇《演習攻略》 近期可以說是收穫了 觀眾們的廣泛關注 前不久 由譚卓所飾演的高貴妃下線 讓觀眾們已經有些捨不得了 但再過幾天啊 劇中溫柔善良的婦察皇后 也要領盒飯了 這個事實更是讓觀眾們無法接受 而飾演婦察皇后的演員秦蘭 不管是舉手投足的體態 還是拿捏有度的演技 都得到了觀眾們的認可 秦蘭在劇中的古裝造型 讓大家不禁想起了 剛出道不久的她 在電視劇《環珠格格3》中 所飾演的芝化 不過不同的是 相比於婦察皇后的寬容大度 芝化可就顯得腹黑許多了 不知道已經過去了16年 再看到當初自己所塑造的角色 秦蘭會是什麼感受呢 我覺得怎麼是這樣子啊 嗯 對 我挺佩服自己那時候 很大的勇氣演了一個這樣的角色 黃岸媽 一定要這樣嗎 或者有一天 她還會回來的 你別撞了 不要再演了 好累啊 看你演的 對 太多了 太虛假了 撞肚子什麼的 我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對啊 那要是現在再讓秦蘭 來嘗試這個角色的話 秦蘭還會選擇挑戰嗎 氣爆水大改 然後演不了啊 真的 張不了嘴啊 這是陽分陰違的話 有點張不了嘴 我會演 可能換種演法 很難演 你這種演那樣不就 是純屬要遭恨嗎 但她 但是我當初這樣演呢 比較忘我的 放棄自我的所有 就演就正符合了這個人物的人設 和志化的公於心際不同 秦蘭在《又見一人幽夢》中 所飾演的綠瓶 雖然在劇中呢 車禍是失去了一條腿 還失去了自己的愛人 但她還是自強自力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舞蹈世界 你知道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她嗎 因為她從來不會黏著我 如果真的讓我碰到一個 會黏人的男朋友 可能撒騷地跟她吹了 燕燕夢我覺得麗萍還好 麗萍就是我覺得 但是麗萍有一點就是 她不放過了 你何必要苦苦抓這一個呢 我覺得你應該釋然一點 如果要我的三觀 我覺得那你就何必非 一棵樹上吊死呢 天涯何處無森林啊 是不是 而在劇中啊 有一段表演在多年之後掀起了一股討論的熱潮 觀眾們紛紛表示不解 甚至秦蘭重新看完這段戲之後呢 也表示無法接受了 沒錯 你失去了一條腿 可她也失去了半條命跟她的愛情 別鬧了真的 腿真的比愛情重要 我想用我的腿好好的談戀愛 追逐我的愛情 腿 對於秦蘭來說 角色的人物設定跟台詞 是她心中永遠的痛 可對於何潤東來說 回看當初的劇目 最後悔的大概 就是沒有進行表情管理吧 你不要過來啊 因為誇張的表情 讓觀眾們都忽視了真正的劇情 就連何潤東自己也都不忍之事 我的天啊 你抱歉我 我都害羞了 就是你當時演的時候 你很認真 然後呢 覺得哇 真的演得好感動啊 十年後呢 你看就覺得怎麼那麼好笑 除了表情之外 何潤東在風雲雄霸天下中的泡麵頭造型 也讓官具的影迷們十分的跳戲 那對於這個造型 何潤東可是十分自信的 你看大家都跟著我啊 我十幾年前就帶動流行啊 不經於style man we talking about 一部作品總不可能處處完美 最主要的是這些經典作品當中 存著我們滿滿的回憶嘛 其實呢 何潤東的這一部劇 已經算是重播較少的劇了 由顏程旭周一鳴主任的電視劇流行花圓 可是不斷出現在觀眾視野當中的 你是說 通常女生嘴巴不成人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喜歡對方的喔 三菜就是這種人 我有說三菜嗎 在劇中霸道又孩子氣的道明寺 可以算是隱民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只是再完美的演繹 也有馬是前提的時候 在劇中啊 顏程旭為了表達心情愉悅所跳的舞蹈 應該是他最想刪除的片段了吧 重播嘛 然後好像有時候還是會有人 跟我聊起來 可是我裡面好像也有跳舞吧 可是那時候好像是分類似 然後就是我忘記是電話還是什麼就是 然後就隨便交了一下 然後沒想到就 這樣就很好笑 其實呢不管翻看過去的視頻片段 是有趣還是尷尬 僅力為角色服務才是最關鍵的 演員的演技和對劇本的掌握 自然會隨著出演的劇集 而慢慢累積經驗 為觀眾呈現更精良的作品 勒半天綜合報道 潘瑋博選手袁亞維給歌迷送最好的禮物 所以我覺得那束光應該就是 他送給他愛他的那些歌迷最好的禮物 歡迎在廣告中呢繼續回到好吃好 給李玻璃海還點心面獨家冠銘播出的 娛樂樂翻天 我是溫牛 大家好我是紫薇 現在我們要聊的就是潘瑋博了 潘瑋博呢最近真的是可忙了 忙著自己的這個新歌的錄製 還要當導師 還要開巡迴演唱會 而且在百忙之中呢也是迎來自己 38歲的生日 送出我們的生日祝福 是的在這個特別的生日呢 潘瑋博還收到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就是全場的歌迷給他看 生日快樂歌 不知道他聽了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聽一下吧 昨天潘瑋博創始者 巡迴演唱會在上海開唱 剛過完38歲生日的潘瑋博 當天也收到了現場歌迷 合唱生日歌的驚喜祝福 祝你生日快樂 然而這一波感動 卻沒有第一時間被潘瑋博接收到 在演唱會結束的慶功會上 潘瑋博表示可能是隔得太遠了 所以自己在台上 沒有聽到歌迷唱的生日歌 除了歌迷大合唱 到晚演唱會的驚喜也是一波 潘瑋博和驚喜嘉賓 元亞為合唱新歌《Moonlight》 為歌迷們送上一份暖心禮物 其實我今天在微博有發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點 我就說其實這首歌 我覺得感覺是韋博 在這麼多年的音樂道路上 他一直在堅持 給大家一個光 其實每個人在心裡應該都有什麼光 都會找到那一束光 對 所以我覺得那一束光 應該就是他送給他 愛他的那些歌迷最好的禮物 對 所以這種Moonlight真的是很有力量 我剛才一直 我們倆一直在循環 這個歌一直聽不膩的感覺 這個歌真怪 越聽越好 聽了一個下午 90後唱作鬼才華晨宇 208鳥巢火星演唱會 已經開啟倒計時 接著呢 華晨宇在北京鳥巢舉行 五年之約見面會 作為首位在鳥巢連開兩場 演唱會的年輕歌手 華晨宇心心滿滿 更是在選舉上頗費心思 相信這場音樂盛宴 不會辜負歌迷們的期待 我覺得現在是五年之約 我覺得這一場演出 會給歌迷帶來很多新鮮的 一個感官吧 等於也是我第一次站上 體育場來開演唱會 那我自己 因為我主要是玩搖滾樂 可能站在體育場 我會比平時要更High一些 我一直覺得體育場 是最適合搖滾樂的 不僅在選舉上不費心思 整場演唱會的五美設計 華晨宇也是參與其中了 活動當天 華晨宇透露這場演唱會 設置了一個相當酷炫的延伸台 能夠和歌迷們近距離的互動了 因為我的演唱會 歌曲大部分都是搖滾 然後有很多是 跟觀眾一起互動的歌曲 所以我覺得 我的舞台一定要 離觀眾要很近距離 才會有一個渲染力 對 好了 到玻璃海苔點心面 娛樂顯微鏡的環節 來看一下昨天的問題 正確答案就是趙又廷 再次要恭喜微博的這位新觀眾 就可以獲得玻璃海苔 送出的禮包 是的 今天娛樂顯微鏡的問題就是 正在到鄉民的人是誰 登陣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把正確答案告訴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玻璃海苔 提供的禮包一份哦 大家記得趕緊來索取美物了 那今天節目就這樣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見 明天見